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早今日事事 仲冠美国资讯 欢迎收看本期《今日美国》 我是马尔林 今天是2023年2月10日星期五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2月10日 白宫披露 按照总统拜登的命令 美国军方当日早点的时候 在阿拉斯加州的海岸附近 害怕美国领空击落了一个高空物体 当日 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 阿比在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回答 有关疑似中国监测气球的问题的时候披露 五国大楼过去24小时里 在阿拉斯加领空追踪了另一个高空物体 他跟着说 出于谨慎考虑 按照五国大楼的建议 拜登总统命令军方击落该目标他们执行了 他介绍该物体跌落了去到美国领海里 这些水域现在已经结冰 阿比说 该物体在4万英尺的高空 对民用班机的安全构成了威胁 美国北方司令部的战斗机 接到了命令后击落它 当被密集该物体的详细讯息的时候 阿比说 这个物体并未被归类为气球 美国也无确定它属于中国 还是任何其他实体 阿比说 我们称它为一个物体 因为这是我们目前所有的最好描述 我们不知道它的所有者是谁 是国有的公司拥有的 还是是私人所有的 我们都不知道 2月10日 联邦调查局的调查人员 搜查了前夫总统彭斯 位于印第安纳州的住所 更日 彭斯的助手 和联邦司法部讨论之后 同意接受搜查 居联调局的两名支持人士透露 当日联调局的探员搜查了彭斯 在印第安纳州的住所 因为上个月 她的一个助手 在那里发现了一些联邦机密文件 目前还未清晰这些文件 涉及什么内容 也不知道她的敏感度和机密及别 联调局探员搜查时 彭斯和她的家人正在美国西海岸 她的女儿刚刚生了孩子 在前一天 有报道说 彭斯收到了特别检测官史密斯的传票 被要求协助调查前 总统特朗普在2020年总统选举 失败后 试图阻止权力交接 最近 彭斯的律师马特·摩根 在来自彭斯官邸和白宫白宫室的四个盒内 发现了大约十几份标记为机密的文件 这些文件包括为彭斯国外旅行准备的背景检部 被忘录材料 消息人士称他们的机密级别交低 根据联邦法律 所有总统和副总统的文件 在政府任期结束时 都应该移交给国家档案馆 在那时之后 彭斯的助手出于谨慎考虑 检查了彭斯位于印第安纳的住所 在那里发现了大有机密标记的文件 立即通知了司法部 彭斯获释之后表态说 他会对在他家里搜出的文件负责 并承诺全力配合联调局的任何调查 他说那些被发现的文件立即受到保护 他的助手马上通知了国家档案馆 去年8月初 特朗普未按照传票要求 交出他离开白宫前 市场的机密文件之后 联调局探员由佛罗里达周海湖庄园 他的家里的住所收出了数百份政府的文件 并移交给国家档案馆 消息人士说给CNN听 如今未来的日联调局 还会搜查彭斯在华盛顿特区的办公室 下个月全美32个州将会开始将削减联邦营养 补充援助项目福利 佳时数千万美国人将处于饥饿的懸崖 根据联邦农业部的数据 食品福利券被削减将会影响那些州的 三千多万受援助人士 在面临削减的州里面 加州和特克萨斯州的该项目注册人数最多 分别有510万和360万 在新冠疫情爆发后 联邦政府临时调赞食物券福利 以确保受助的家庭度过新冠危机 由于2023年综合开支法案中的一项条款 规定该项目紧急撥款在今年3月结束 那时临时增加的福利将会终止 专家指出 虽然美国的经济状况确定比2020年稳定 但全美很多家庭仍然在因为食物加价暴障 而苦苦挣扎 去年12月 美国食品责科加价比2021年同期贵了大约10% 因此食物券的福利被削减将会为家庭带来困难 反饥饿维权组织食品研究与行动中心 负责食物券项目的主任华林格说 绝大多数州都面临着更大的饥饿懸崖 人们平均每月将会失去大约82美元的食物券福利 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这个意味着 一家四口每个月的食物捐福利可能会减少大约328美元 受影响最严重的可能是每个月领取社安金的老年人 他们的食物捐付款可能由每日的281美元 预减去到每个月23美元 目前全美已经由18个州提前结束了食物捐更加撥款 其中这些州将经济恢复增长作为原因 然而根据皮邮研究中心的数据 是佐治亚等州已经削减食物捐福利的州 至去年6月食物捐付款减少以来 物银行的需求由增无减 专家指出 即管美国经济出现复苏 但是很多美国人仍然在和食物保障作斗争 根据农业部的数据 全国食物捐的新领率仍然好高 根据可获得的最新数据 去到2022年10月 全美有4200万人在领取该福利 比2020年多了6% 批评人士说 由于食物捐削减计划 去到去年12月才被签署成为法律 各州和各人都没有太多时间做准备 科娥拉代州的一个新领人在Twitter上说 他收到该州关于如何应对那些变化的指示 例如建议他在仍然能够获得额外食物捐福利的情况下 多处被不容易腐烂的食物 2月10日白宫宣布 总统拜登不会接受Fox的采访 按照关例对总统的采访视频 将会在美式足球超级碗大赛开始之前播出 今个星期日 也即是2月12日 福克斯新闻台将会实方转播今年的Super Bowl大赛 通常在Super Bowl大赛开打之前 负责实方转播的电视台会播放采访总统的视频 拜登上台后的一头两年都是这样做 他分别接受了CBS和NBC的采访 然而白宫基于10日告诉媒体 福克斯电视台临时取消了对总统的采访 当日白宫新闻发现引药皮埃尔在Twitter上披露 拜登期待着接受福克斯的采访 讨论Super Bowl过程咨询 以及影响非日常生活的主要问题 而福克斯通知我们采访已被取消 約8日晚上 福克斯电视台的新闻主播说 该电视台正在等待白宫同意接受采访 福克斯电视台新闻主播布莱特·巴尔说 按照传统转播Super Bowl的电视台每年都会采访总统 我们已经正式要求对拜登进行采访 但我们仍未得到答复 不管他们是接受还是拒绝 剩下来的时间也不多 此前 央平艾尔曾经多次被问到 拜登会否接受福克斯新闻台的Super Bowl采访 他说他没有任何最新消息 拜登今星期采访威斯汉森州和佛罗里达州期间 接受了PBS和Tele Moodle的电视采访 多年来 总统一般都会接受电视台采访 而采访视频会在Super Bowl大赛开始之前播出 奥巴马曾经两次接受福克斯电视台的Super Bowl采访 福克斯电视台一直在报道拜登的动向 他的机位黄金时段主播经常批评拜登政府、拜登的政策 以及拜登家族的商业活动 拜登上台以来多次和福克斯新闻台 朱白宫的记者发生磨擦 去年拜登骂该新闻台的记者导致 是愚蠢的狗粮样子 估不到他的话筒还是开着 之后拜登打电话将这一名记者道歉 2月10日 黄默公司对供应商不断加价化出了警告 该公司计划向消费者推销自有品牌的产品 作为品牌商品的廉价代替品 黄默称 任何的加价商将 不理它只是几分前都会产生负面的影响 可能会促势到一些购物者去到一美元店或Costco等连锁店 寻找更便宜的货 去年 一向鼓吹天天低格政策的Walmart 提高了牛奶 难动食品 和洗衣液等产品的销售价格 零售自信公司的董事总经理 帕特·佛里金杰自出 在现在随着自信的成本下降40-50% 运输成本下降25-30% 原材料成本大幅下降 像Walmart那样的零售商会质疑供应商 为何还要继续加价 生产贷值洗调剂 和帮布式料布的保洁公司 上月宣布即管销售量下降 但它仍然会继续加价 该公司通过Walmart销售超过100亿美元的产品 特朗普的Facebook和Instagram帐户终于被解封 Meta Platform公司的政策传播总监 安迪斯通日前向NBC News 证实了这个消息 不过特朗普还未在这两个帐户上 发布新的帖文 而是继续在他自己自行创立的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上发帖文 2021年1月6日国会大厦发生暴动后 特朗普的Facebook帐户迅速被封锁 最初是无限期禁止 包括他的总统任期的最后两个星期 随后金领被延长了两年 今年1月黑信 Facebook全球事务总裁尼克克莱格透露 该平台中在未来几个星期 解封特朗普的账号 不过该平台同时设下了新规矩 如果特朗普再违反该公司的相关政策 将会被加重处罚封号一个月至两年 不久前 特朗普的Twitter帐号被恢复使用 自2021年1月8日以来 特朗普一直被金融Twitter发帖文 不过他的帐号被解封后 他并未更新新推文 上面只有一些零声的粉丝留言 特朗普的最后一条Instagram帖文 发布于2021年1月5日 他在文中支持拯救美国集会 并号召他的支持者去国会大厦游行示威 被封号前 特朗普在Facebook上 最后一个帖文呼吁人们离开国会大厦 那一帖文写说 我呼吁在国会大厦的每一个人都保持和平 不要暴力 记住 我们是法律与秩序之党 要尊重法律 谢谢你们 雅虎公司日前宣布 它将会在今年年底之前 裁员20%已重组它的广告部门 2月9日 雅虎发现日告诉媒体 该公司的传统广告技术部门 Yahoo for Business 将会涉体改革 转变为一个名为Yahoo Advertising的新部门 为了配合你的新计划 雅虎今年将会裁该部门近50%的员工 包括今个星期裁减近1000人 上线报道该消息的新闻网站Exos指出 雅虎这一波的裁员将会一共影响1600多人 雅虎首席执行官 义母兰阻内接受采访时说 这些变法将会对雅虎整体的盈利能力大有辟益 令到它的公司加大其他盈利业务的投资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全部内容 感谢收听和观看 同时记得订阅美国中文广播电视和TV频道 获得更多精彩内容和最新消息 我们下次再见